四個獎座拿不下的伯榮大王 來為我們發表一下得獎感言 抱回四座打擊獎座 桃園隊的大王王伯榮 成為史上第一位本土打擊四冠王 他說最在意的是打擊王 對於之後旅外打球也相當期待 大家一定都有很期待 不包含我自己 包含球團 各個球迷 自己一定是很想要去旅外 嘗試看看挑戰更高的夢想 我一直都是保持準備好的狀態 王伯榮打擊實力備受肯定 不忘感謝教練與隊友 連續兩年打擊率都超過四成 大王也發願要朝更高的目標邁進 接下來生涯第四次道理王的講座 一度哽咽 說不出話來 中信兄弟游擊手王聖偉 深陷五虎降風波 雖然因為合約還有一年 沒有名列不續約名單 但王聖偉強調 他對棒球的態度一直都沒變 在寒冷的冬天裡 無數個天還未亮的清晨 我張開一天的訓練 過程雖然辛苦 但是我對棒球的態度與訓練 一直到現在 此時此刻依然不變 王聖偉接著拿下游擊手的金手套獎時 依舊哭紅了雙眼 而這晚拿下最佳酒人外野手的張政偉 心情更是複雜 因為六號晚間已被中信兄弟宣布補世約 說著說著 悲從中來 我也跟大家一樣 只是一個普通人 許多事情與事實 並非外界所說的那樣 對我個人私領域與家務事 是不該拿來抹滅我一直以 對球隊的付出貢獻 哽咽說著不想哭 張政偉久久不能自己 而他表示 很多事情不是外界說的那樣 個人的事與家務事 不該拿來抹滅對球隊的付出 帶著個人第七座講座下台 暫時結束終止十年生涯 記者綜合報導 暫時結束